看完了消费区 我们再到金博会的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去看一看 在这里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 也是带来了不少特色美食 其中不少是首发首秀的展品 在我身后这头牛啊 是本次食品馆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个大家伙 那我也了解到啊 它全身其实都是用奶酪制作而成 重量呢也是接近了800斤 相当于可以制作成 我手上拿着这个22000多个的奶酪棒 那么我也可以看到 现在在我身后工作人员 正在对它进行长宽高的一个测量 随后呢将在认证官的见证下 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20个雕刻师傅 耗时72小时雕刻完成 才形成这样一套奶酪牛 这头奶酪牛是可以吃的 通过这样的活动 更好的让我们的消费者 去零距离地感受奶酪的魅力 爱尔兰水产 法国送路黑巧克力 今年这个大型连锁商超 共有117件商品参展 首次参展商品达到61个 其中有33款是在进博会首发 眼前这个冰淇淋 搭配上从意大利制裁的 摩德纳香醋 形成了一道浓郁的意识风味 同样在本届进博会上首秀的 还有来自非洲的贝宁波罗 因口感较为独特 贝宁波罗所有非洲甜面包的称号 在进博会上一惊亮相 它就吸引了很多现场的观众 前来品尝 你可以看有一个区别 现在已经好了 那些还是绿色的 不会变黄色的 如果切开的话是白色的 不是黄色的 这里的车离子 阿富汗松子 近年来来自全球各地的产品 正搭乘进博快车 加速实现商品化落地 不少士兵企业也见证着 进博会展品变商品 展商变投资商的强大益出效应 CII E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more and more exhibitors of the bell and road countries to tap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In July of this year We had announced another investment offering B1.3 billion